沉浸黑暗寻找光明 哈喽大家好 我是任君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温馨治愈短片 红海归 废话不多说 故事开始 乌云密布 不可逃汹涌 暗无天日的海面上 一艘轮船风雨飘摇 像一片树叶一样 被海浪肢解成碎片 男主成了唯一的幸存者 他被大海带到了一座无人的海岛 醒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四下寻找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幸存者 但结果是遗憾的 一切的一切 他只能独自面对 为了找到生存的希望 男人离开海岸 走进了海岛的深处 这座小岛的面积虽然不大 却有着足以果腹的野果 和赖以生存的淡水 他来到小岛的最高处 大声的呐喊 可声烟立即被茫茫的大海吞没 连自己的回声都听不到 更别说其他的人类了 不仅如此 男人还一不小心 掉进了石壁之下 四周的崖壁屹立于海水之中 抬头望去 如同一口天然的水景 当然 这更像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死牢 假如这里有出口的话 那只能是在水下 男人开始不断的往水下探索 终于让他发现了一个十分钟的通道 屏住呼吸 再次潜入水底 刚钻进十分钟 没走多久 身体就被卡住了 这可是要命的节奏 为了活下去 他拼命挣扎 终于从十分钟逃走 海岛的无缺 让他想要逃离 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 男人开始用竹竿扎起竹排 他计划用这样的简单工具 去征服大海 可他每次刚刚出发 就莫名其妙的 受到不明生物的攻击 直到竹排彻底被毁 男人只好回到海岛 重新制作竹排 现在竹排更牢固 可水下生物的攻击 也更加猛烈 只用了一次撞击 就把男人打翻进水里 他再次回到海岛 这一夜 他很绝望 可他又不甘心 孤独的在海岛上死去 于是在休息了一夜之后 男人第三次 架起来竹排 在海上 他终于见到了 攻击他的生物 他是一只巨大的红海龟 红海龟又开始 躁坐了起来 没有任何悬念 竹排再次被打散 男人漏水中 红海龟游到他身边 男人吓得蜷缩起来 却没想到海龟 转身游走了 经历了这一番后 男人彻底放弃 离开的念头 他对着大海 愤怒的吼叫起来 就在此时 他看见那只红海龟 缓缓爬上岸 没有多想 男人提着棒子 就跑了过去 先是一棒子 打在龟壳上 又把海龟翻了个面 让他四脚朝天 动弹不得 这还不算完 男人又跳到了海龟身上 反复用力横跳 有种想要杀死他的冲动 最后虽然没有动手杀掉 可海龟呢 也不可能在这陆地上 自行翻身 没过多久 等男人再来看海龟的时候 发现他已经死了 他意识到自己发了大错 想要救回海龟 可不管他浇多少水 海龟依然无动于衷 没了生命的迹象 这一夜 男人趴在海龟身边睡着 等他醒来的时候 身边的红海龟 竟然变成了一个红发美女 美女的身体 还在龟壳之中 看到这样的场景 男人先是吃了一惊 随后就赶忙 跑去海岛的深处 他取来淡水 喂进女人嘴里 白天太阳火辣 男人又开始连香西域起来 他在女人的上方 搭建了个架子 铺满树叶 让这位海龟仙女 可以躺在阴凉里 恢复体力 他每天都来给仙女喂水 并守护在美女旁边 期待她可以苏醒 慢慢的他发现 女人身上的龟壳 均裂开来 在一个下雨天 男人想去多拿点树叶 为美女当雨 等他返回时 女人呢 却已经不见踪影 只在原地 留下一副空龟壳 男人沮丧得很 绕着海岛四处寻找 一直到第二天上午 男人从睡目中惊醒 发现女人正泡在 不远处的海水中 由于没穿衣服 美女只能露出自己的脑袋 男人绅士的脱下衣服 放在沙滩上 美女呢穿上衣服 并把曾经的龟壳 推入海中 男人见此情景 似乎明白了 海龟仙女的用意 便陪着美女在海中 唱游戏戏起来 在后来的日子里 美女教会的男人如何在海边 长久的生存下去 两颗孤独的心 从此找到了依靠 一年后 他们的孩子在小岛上降临 小家伙是名副其实的 生在海岛 长在海岛 每天陪伴他的 除了父母 就是海边的小螃蟹了 黄昏下的三人 一起漫步在晚风中的沙滩上 一家人就像这个世上 所有普通家庭一样 过着知足快乐的生活 一次一家人在海岛的最高处 采摘野果时 小家伙失足 掉进了那个天人的水井之中 男人感觉儿子 不可能逃得出来 当即决定跳下去 救儿子 可妻子呢 却拉住了他 这时他们才看到 小家伙在水里 竟然可以像海龟一样自由 不仅没有溺水 还找到了畅游的喜悦 在妈妈的指导下 小家伙从石缝中游出 转眼间 幼小的儿子 已经长成翩翩少年 父子二人 在黄金色的草地上 追逐打闹 对于父母来说 这种生活足够幸福了 可儿子呢 却时常来到大海边 他现在已经和几只海龟 成为朋友 在夜晚繁星照耀下 儿子时常幻想外面的世界 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于是这样的日子 又过去了十几年 儿子已经有了一副男人的模样 就在此时 一股滔天巨浪奔向小岛 海浪冲进海岛深处 视如破竹般的毁掉竹林 此时想要逃跑 已经来不及 一家人被海水冲散 等到海水退去之后 强壮的儿子 开始在海岛上寻找父母的身影 首先找到了母亲 可父亲呢 始终没有踪迹 儿子判断 父亲应该是被海水冲进大海中 于是呢 在三个海归朋友的帮助下 儿子开始扩大搜索范围 这才把奄奄一息的父亲救回海岛 就在那一刻 所有人都明白 儿子已经成长为这个家庭的顶梁柱 有了一个成年人 该有的担当 一家三口看着眼前被毁掉的竹林 心中难免有些伤感 他们收集仅剩的食物 饱餐了一顿后 大家开始把所有的足甘遗体 收集到海滩上 在夜晚的火光中 他们烧掉了灾难留下来的所有残骸 在三人的对视中 生活的新希望 也在心中再次燃烧起来 往后的日子里虽然充实 但儿子的内心呢 却越来越孤独 他想要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想要去发现生命中更多的可能 经过深思熟虑 儿子终于向父母开口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他和自己的海归朋友们 一起离开海岸 游向了深蓝色的海洋 夫妻二人依偎在海滩上 望着孩子远去的方向 虽然心中不舍 但也只能默默祝福 因为这是孩子自己的选择 就这样夫妻二人像初见时的那样 再次互相照顾 互相依靠 平淡的美好 总让人觉得时光飞逝 两人就这样在海岛上 默默的生活了一辈子 在一个夏日的凉夜里 男人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妻子恋爱的抚摸着丈夫的手 爱人已经离去 自己似乎也完成了使命 依偎在丈夫身边 妻子再次幻化成红海龟 缓慢的移动身体 一步一步回到大海之中 再见了 亲爱的 来世我们再做爱人吧